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司马汤圆 今天是西方的万圣节 所谓的万圣节 就是有一个说法 远于西方的凯尔特人 他们相信十月是最后一天下末 也是冬天的开始 死去的灵魂会回到人间 因此这一天特别的危险 村民会戴上面具在村中游走 希望吓走那些可怕的鬼魂 那久了以后呢 就形成了万圣节活动的起源了 所以今天呢应景一下 特地请来了几位好朋友 和大家来讲鬼故事哦 等一下呢 他们要跟我们分享 到底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事情 比看到鬼还要可怕的 嘿 珍珍 你有看过什么鬼故事啊 是最恐怖的呀 我是珍珍 大家都有听过 或看过鬼故事吧 我听过最可怕的故事 七夜怪谈 任何人看过珍子诅咒的录影带 七天内都会含冤而死 真的很恐怖 在台湾有一个比珍子还可怕的故事 就是太极门假案 政府公权力迫害太极门 长达25年 到现在还持续迫害中 真的太可怕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民国85年12月19日 当时台北地检署侯宽人检察官 凭着不时的黑寒 没有经过查证 就发动检 警 调 数百人 赫枪实弹 缤分十九路 大举搜索 太极门道馆 你没有听错 就是缤分十九路 在没有证据 没有经过调查的情况下 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压人取贡 不断利用媒体操纵舆论 四百多篇媒体 连载的报道 抹黑 污名化太极门 未经审判 就未审先判 先起诉 再找证据 天啊 这就是先射箭 再画把码 严重违法违宪 更荒谬的是 宏宽人检察官 竟然用眼神臆策来办案 他用眼神就可以说你有没有罪 甚至将养小鬼写进起诉书 以坊间斩腰除魔的头目剑 污指为养小鬼的证悟 颠倒是非 更严重的是违反科学办案的精神 一笑国际 美国前总统柯林顿顾问肯尼斯教授 他就说 在文明社会中控告别人养小鬼 这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 这会让人们怀疑 检察官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在任何法庭上 如此可笑的指控 都不应该受理 监察院主动调查 列出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的地方 要求法务部从严究责益处 侯宽人检察官不但没有被惩处 反而升官耶 这是什么道理啊 因为侯宽人检察官一人造假 造成太极门上万个家庭受害 蒙冤25年 太极门的师兄师姐 还被人指指点点 勿骂 深陷抹黑污名的痛苦之中 太极门夹案 被国际认为是台湾民主法治 与自由人权的指标性案件 是法税造妖记 真子的故事真吓人 听说啊 这个电影一出来啊 好多人不敢一个人晚上 单独来看电视哦 但是我觉得侯宽人更可怕耶 因为啊 太极门税务冤案的始作俑者 侯宽人检察官啊 凭着眼神啊 就可以办案耶 我从他眼神里面呢 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肢解 就是说认为 他应该有养效过这个事 破坏啊 一个上万人的团体 监察院说他八大违法 至今啊 都没有接受制裁 竟然啊 还在当连政署的副署长耶 他不时的起诉太极门 衍生的税案 至今啊 还在破坏太极门 而且都一直没有解决 而他所侦办的周人森案啊 也大多都是无罪确定的 但是却害惨了许多 无数的高阶警官 他们的名誉啊 与人生从此都被毁于一旦 《七夜怪谈》这个电影里面啊 任何人看过真子诅咒的录影带啊 七天之内都会含冤而亡哦 但是呢 现实生活里被活跨人 侦办道德人啊 一生都要含冤而过 或者含冤而死 这简直比真子还要恐怖 还要可怕呢 真的是天下奇闻啊 好呀 那来换换小倩啊 你来说说看 诶到底还有什么故事啊 因为啊 除了可怕的鬼 还有其他种类的鬼哦 大家好 我是小倩 但我不是孽小倩哦 我是活生生的小倩哦 其实呢 我很怕鬼啦 而且我很怕看鬼片 但不是所有的鬼都长这么可怕 我看过一部鬼片里面 有一个女鬼 她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她也叫做小倩 其实重点是在呢 她的内心非常的善良 只是呢 现实太无奈了 她被那个黑山老妖 有没有把控制住 被逼着要去迫害那些善良的百姓 但是呢 小倩最后还是鼓起勇气 对抗黑山老妖 耶 所以呢 诶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呢 你看哦 迫害善良百姓 还有勇敢对抗强权 诶 鬼和人 不 人和鬼 反正他们就一样啊 你看哦 对于善良的人民来说呢 那一些无良的官员 还有她甚至呢 比那个黑山老妖更可怕 因为他们管管相互 一起去迫害善良的百姓耶 就像啊 太极门啊 他们在法庭里面 总共赢了十八次 但是每一次行政法院呢 都发回原单位国税局 然后说什么 啊 另为事法之处分 国税局呢 就拿税单来 嗯 我改一改 然后又继续发单 太极门师徒就这样子 一直在处理行政救济 一直一直的轮回 耗费了25年的青春 真是没完没了啊 更可怕的是呢 审理太极门案件的 行政法院的法官 林秋华 还有庄金昌 他们都曾经审理过 相同事实的太极门税案哦 然后当要在 审理同一个案件的时候 他们应该要回避的 然后当事人太极门呢 他们也呢 用就这个案件 去起诉的时候呢 就有说 这两个法官要回避 可是他们两个 都没有依法回避 甚至啊 林秋华他在面对记者说 哎 哎 法官 请问这次不是有新事证吗 你有看见吗 没想到他竟然说 哦 看了 看了 只是说因为年纪大了 有的时候看了也会 会很快忘记 看了啦 看了就是说 现在因为年纪大了 有时候看了会 有时候会很快就忘掉 哎呀 你看很可怕吧 忘记对人民有利的证据耶 知道人民打多久的官司呢 还有啊 在太极门冤案里面 还有一个违反回避原则的 黄淑林法官 你知道他在担任太极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的受命法官的时候呢 他呢 后来啊 被调到最高行政法院 当太极门的税案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的时候 竟然又在遇到黄淑林法官耶 可是他一样哦 都没有依法回避 一个人就跨了两个圣机 造成了被离世时的王法裁判 然后当当事人又在申请再神的时候 没想到又是黄淑林 他一样没有回避 一样王法裁判 就这样你看 像不像鬼打牆 应该回避的没有回避啊 该看的行政局就说 我老了忘记了 结果就让呢 太极门冤案到现在25年耶 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更夸张 他们没有管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太极门是气功无数修行门派 也没有理会最高法院判定 那个弟子呈给师父的禁师礼师赠予 然后他们不但强征扣太极门的税 还违法拍卖 违法没收了他们的修行圣地 小倩是一个女妖 她可以活过千年耶 不是件难事哦 在对抗强权之后 再重头再来个千年应该也还好 可是生而为人只有百年 他们最黄金的岁月年华 就这样被这些无良官员给消磨殆尽了 这一辈子他们还剩下什么呢 人民如果总是觉得在现实之下非常的无奈 只能屈服在权威之下的话 他们一辈子其实都没有办法翻身的 就只能够白白的任凭被打压被迫害 可是台湾号称是民主法治国家 就应该以人民为主为自己的权力发声才对 所以做对的事情其实并不难 它只是需要一点点的勇气 但是也需要同伴 就像小倩当时勇敢对抗黑山老妖的胁迫 台湾的人民也要团结起来 为自己美好的未来努力 因为只有勇敢面对拒绝再被迫害 才可以像小倩一样重获真正的自由 无良官员利用公权力迫害人民 和黑山老妖一样的可怕 甚至比黑山老妖更可怕 碰到鬼打墙的法官王法裁判更是恐怖 不管怎么打官司都没胜算 最后我还听到以一个重点 我们要学习故事中的聂小倩的精神 她勇敢的面对黑山老妖的迫害而获得重生 就像太极门的税务冤案 民国96年的7月13日 法院已经判太极门无欠税 无诈期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国税局仍然继续开出违法税单 而这个万年不死税单 不断的循环 永远打不赢的诉讼 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中 人民必须来面对这个不合理的制度 必须勇敢出来为自己发声 不要让违法官员继续破坏人民 俗话说的好 国家新王匹夫有责啊 好 接下来我来请阿健 你也来讲讲个鬼故事吧 我印象最深刻的鬼故事呢 就是刚刚小倩讲的《倩女幽魂》 那我记得呢 那部电影是在我小时候看过的 听说呢 最近这几年还有翻拍过好几次哦 那这部戏呢 我觉得最恐怖的角色呢 当然就是黑山老妖了 黑山老妖呢 利用底下的小裸裸害人 那小倩呢 就是黑山老妖底下一个 最有名的小裸裸 正能去勾引男人 然后给黑山老妖补充洋气 那我小时候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呢 每次呢黑山老妖出现 我都觉得好恐怖哦 那电影里面呢 有讲到黑山老妖 然后在叫小倩去害人的时候 然后他里面的一个口语啊 因为他都阴阳怪气的嘛 那我学一次给大家听 今天晚上 你要去替我找来男人 给我补充洋气 让我征寿 但是呢 我长大之后呢 再重新看《倩女幽魂》这部电影 我觉得黑山老妖害人的对象 都只有男人 而且还是那种好色的男人哦 但是呢 我听说我们现实生活中 居然有比黑山老妖还要恐怖的单位 那不管是男女老少 只要被这个单位盯上了 他们就会不断的折磨你 就连天皇老子来了 他们都不管 继续残害人民 黑心的程度哦 就是连黑山老妖都要自探不如啊 那我听说呢很多名人哦 什么叶阳春啊 简永松啊 吴佩纯啊 黄文黄啊 李永贤啊 曾剑远啊 好多好多 各个都惨召他们的毒手耶 其中有些人已经受不了往生了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继续被迫害 对咯 听说他们还破坏一个上万人的团体 叫做太极门 据我所了解 在民国85年12月19日 简调单位呢 以不实的起诉书内容 一方面误指太极门诈欺 另外一方面又说太极门是补习班 有陶肉税 然后那个单位呢 就凭起诉书的内容呢 对太极门开出天价的税单 连实地去查证都没有哦 听说那个单位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史岳生 还配合检调单位做卫证哦 然后就随便开出违法税单 你知道吗 连教育部都三次说太极门 滴滴去就不是补习班哦 而且最高法院在民国96年7月13日 也都三审判决太极门无诈欺无罪 但是那个单位竟然还说 法院判的不算数啦 法院判的不算数啦 继续开出违法税单 整个案件缠送了25年没完没了 而最后还在去年强行拍卖人家 位于苗栗的修行预定地耶 拍卖不成就收归国有 这样恐怖狠心的程度 是连黑三脑都要望尘莫及啊 那你们会觉得说 那个单位为什么那么的黑心啊 那那个单位呢我想呢 他们就是为了税务奖金才会如此泯灭人性啊 这点呢我觉得黑三脑腰就比较有良心一点点 黑三脑腰呢害人是因为要延续他的性命 但是呢那些单位害人呢 却是为了那些没有法源依据的税务奖金 想图利自己 图利国库 那个单位就这样胡搞瞎搞 搞得很多外资企业本来想要来台湾投资 最后也都逃之夭夭 让全国是名不聊生 怨气冲天啊 连国外的专家学者都看不下去了 黑三脑腰是妖魔里的老大 会利用小喽啰来害人 而阿健呢是个男生看到这种电影都会怕耶 现实生活中竟然也有啊 阿健 到底是哪个单位啊竟然如此没有良心 国税局啊 台湾新的税务官员为了税务奖励金 违法开出税单害人民受苦 就像吸食的毒品一样 拿着税务奖励金飘飘欲仙 无视于人民的痛苦 那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啊 有一位财政部长张盛和 在接受立委质询的时候 竟然说美奖金不足以养联耶 光天化日之下 抢人民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 遇到这种无良官员 果真啊比看到鬼还恐怖啊 阿郎你有两个独国小的儿子 请你啊最近也来聊聊看 最近很夯小朋友又最爱看的 跟鬼有关的卡通 主持人好还有大家好 今天是万圣节 说到鬼故事啊最近有一部很红的动画 叫做鬼灭之刃 这部动画演的就是一部 主角叫做炭治郎的年轻人 他是鬼杀队的一员 那他加入鬼杀队啊 是会救回变成鬼的妹妹 那他很相信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妹妹变回正常的人类 然后再跟着他一起 过回正常的生活 那鬼啊其实就是 人类的韵化演变而来的 人类常常想要长生不老 然后也想要有更强的能力啊 然后想要去统治更多的领土 等等等等的欲望 所以才会有鬼的出现 因此啊我觉得只要人有良心 就不会变成鬼了 良心会让人变回原本光明快乐的本性 所以啊唤醒大家的良心 就是变成一个对抗鬼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所以人常常啊为了自己的欲望去甘愿变成鬼 去获取自身的利益 其实台湾啊也正上演着一出 比鬼更害人的事件 那就是纠缠了25年的太极门案 太极门税务假案最荒谬的地方 就是即使刑事法院已经在96年 三审判决太极门无罪也无欠税 没有税的问题 81年度的终所税也无科税的合法依据 但是国税局却能致意的违法 不撤销81年度的终所税税单 也不撤回违法的行政执行 行政执行署署长林沁中更命令新竹的分署 积极地进行拍卖程序 并协调要纳入国有 然后他查封的土地价值更远远超过想要执行的金额 以至于在新竹分署竟然在109年8月21日 进行违法拍卖 在流标以后更将土地直接收归国有 那还有其他的例子啊 如基隆的陈清旭先生 他欠缴1.8万就查封祖村三代赖以为生 价值250万的主措 行政执行署还被爆出照片造假 资料辨造 未通知当事人等等的丑闻 那还有台中民众 他只是因为排照税累积3.8万未缴 就拍卖他2000多万的房子 对于有问题的这些案件 行政执行署应该要依照 行政执行法的第九条第三项的诞书 去停止执行 但为何没有呢 那如果以太景本假案来说 法院三审判决无罪无欠税 又是无中生有的假税单 本就不应该执行 行政执行署为什么还急于违法强行拍卖呢 甚至人民不断的抗议 为何行政执行署不加以理会 反而要更加速去执行 这背后是不是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造成以上的主因啊 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绩效奖金 绩效奖金让这些违法的税官 变成吃人够够的鬼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及其所属的行政执行署 执行绩效奖励金的发向细部规定 都是自己订定并没有法源依据的 2009年苏政卿立委直询 其奖金的责任门槛啊 远远低于工作量的2.81倍 每一个人轻松领奖金 有失激励作用 变成一个变相的津贴 那这背后是不是有贪图奖金的鬼在作祟呢 身为台湾有良心的老百姓 我们还能够继续的做事不管 不将这些恶鬼抓出来吗 阿郎说的好啊 鬼其实就是人的欲望演变而来的 内心的欲望无穷 当良心泯面的时候 就会做出可怕违法的事情来 叛弃们的冤税假案 新竹行政执行署 不理会法院的判决 甚至在109年8月21日 将太子们的苗栗修行圣地 强行违法拍卖 并收归国有 违法犯纪的行为真是令人发指 古人说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取头三尺有神明 相信这些无良官员是不能逍遥太久的 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全世界的人都怕鬼 但是今天听了大家的鬼故事之后 发现鬼不可怕 贪官误国 政策误国 让人民的心理痛苦不堪 没有良心的人是最可怕的 太子们的冤税假案 到底是谁在搞鬼 希望赶快把违法官员 揪出来还给人民公道 好 你是真子吗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呀 电影观众要求 现在真子出门上电视 都要打扮打扮 今天看了这么多鬼故事 好想出去吓吓人啊 那你今天最想去吓谁呀 我最想去找的是 人生办案的侯宽人 看了证据老岁忘记的林秋华 庄金长 还有没有奖金不足以养联的张胜和 让他们早点醒悟良心皆醒啊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打扮打扮 我想真子今天晚上会很忙哦 今天吴越祥请小英总统 跟所有的官员一起来看看 把贪心无良的官员揪出来 解决太子们冤案 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解决台湾所有的税务冤案 不要再扭人出来搞鬼了呀 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捉诡计 大家感觉听过的苏东坡 和佛印禅师的一段故事 佛印禅师说 心中有粉看到的都是粉 心中如果是塞 看到的都是塞 但是你知道吗 在台湾有一位检察官 他很可憐 他看到的都是鬼啊 听啊 看到鬼 哎呦 你心里不是都鬼神鬼了 来 我说给你们了解 民国八十五人材 这个检察官说 他看到太子们在养小鬼 所以他就给我们太子们欺负 但是 看太子们 几万人 都没人看过小鬼了 只有这个检察官看的地方 他就问他说 你才说太子们养小鬼了 他说 因为对太子们掌门人的感情当中 看到了一世的欧眼 哎呦 太厉害了 要用特意说人在扮演 No 而且这个检察官 不能看到鬼 他人口座里面 只有六十一万 都能看作三十二亿 说人家招勞税 或是眼睛割到喇叭 好 咳咳 好 咳咳 台湾的法官 眼睛是金的 头角是穿的 没有跟这个检察官 做会变回变远 经过十年减夷的生日 经给泰金文称 好 咳咳咳 但是 动力七月份的鬼故事 没有很恐怖 只有最恐怖 你知道吗 这个检察官办案 黑白乎 竟然都没事情 还可以继续生官 No 兄弟 你有想要知道 这个检察官 生官 现在生去就有没有 請你到法务部 联赞署的网站 你找副署长 副署长 你就能看到他的露山人民幕 兄弟 兄弟 你也要来最多看他的感情 哎呦 真恐怖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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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